打开毕业纪念册 一张张团体照中 这小小的身影 就是台湾女拳王林玉婷 国小时还没抽高 戴着圆框眼镜 比出俏皮首饰 样貌跟现在差不多 不过更圆润 第一个印象就很有正义感 很文静 当同学被欺负的时候 他会跳出来 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原来 原来他就是有这一种心态 所以打拳才那么强 看着老照片想起过去时光 脸上是欣慰的笑容 他是林玉婷国小的班导师 江文明 也是带他走入体育的启蒙老师 他形容林玉婷国小练田径 速度快跳得远就像一道闪电 从小就展露体育天分 也一路看着他往拳击发展 打到我看他练到脸 都瘦成那个样子 我就会很心疼 那表示吃了多少苦啊 忍受这种苦 从会练到身体线条这样 你说他像个男生 他怎么可能 如果他真的是男生的话 以他那57公斤级去打一下 如果男生去打那女生 还可以那么轻松吗 对于林玉婷深陷性别争议 恩师又气又心疼 说什么也要跳出来挺他 只要看到相关新闻 老师就会留言 为林玉婷说话 替他加油打气 向这则就写 林玉婷善良又懂事 谢谢大家支持他 还附上照片 能多拉一个粉丝十一个 林玉婷挺进金牌站 众所瞩目 对老师江文明来说 习日升高只在他胸前的小女孩 如今长大了 成为体坛上的耀眼猩猩 心中满是骄傲 也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相信他一定会夺下金牌 可爱的玉婷加油 礼拜天我一定守在电视机前面 替你加油 加油金牌 东森新闻 陈于祥 蔡永恩 新北报道